郭文貴議員 請審計部呈審計長報告 主席 各位委員女士先生 第三 代案審議中華民國109年度中央政府總結算 總結算副使單位結算及重計表營業部分 總結算副使單位結算及重計表非營業部分 即中央政府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第二期特別結算等審核報告 應要列席報告審核情形助感榮幸 僅二要報告如初 總結算 109年度 歲數審定兩兆一千六百九十六億元 歲數結算 審定兩兆三百九十三億元 歲數 歲數相比 剩餘一千三百零五億元 債務償還 八百五十億元 收支剩餘計 四百五十二億元 營業部分 109 國營事業結算 dolphins 全工房 兩少四十四億元 整工房 三十五千五百六十五億元 總支出3兆1,125億元,剩餘為1,360億元 審定截繳國庫173億元 四,中央政府前瞻基礎建設第二期特別結算 稅入審定為5億元 稅出結算審定為2,163億元 稅入稅出差短2,157億元 二,稅入稅出與收支平衡 政府自推動財政健全以來財政狀況直步改善 截至109年度的抵職,中央政府一年以上的債務未長已有5兆5374億元 為1,110年9月底子 以增至5兆6898億元 加計110年度族行中等特別預算 幾屆債務上代族行的有5千億元 預估110年底未長載入獄將突破6兆億元 政府榮英貫瀉零基預算精神 切實檢討輸政諸出資優先性及必要性 確保政府財政永續 三,稅入稅出與革命經濟能力 109年度偶國經濟成長力為3.1億元 以達成國家發展計畫的設定目標 在需求方面 109年度國人在國內消費成長2.94% 國外需求方面 109年度貨品出口均為3,450億元 以美元創立年新高 在生產方面 109年度偶國勞動力參與率為59.14% 為立年新低 在分配方面 109年度工業及服務業平均每月總實質薪資為5萬2937元 並自106年度以來除續正成長 為成長力位及經濟成長幅度 展望未來 行政院主席總處 110年8月預測我國 110年經濟成長為5.88% 為建立全球疫情容使嚴峻 政府容應妥順分配及應用整體預算資源 維持經濟穩定成長 稅入稅初與國家輸正方針 行政院連來面對全球景氣 扣張力道不足之外在風險 及人口老化及少子女化 弱勢照顧等課題 推動 所推動的諸重大政策 本部 依舊各項政務措施 推動具體成效 及部分計畫執行衛鎮桌頭 有待檢討研模改善部分 則要以總結算 損合報告 會整齋事 5. 損合成果 109年度 中央政府總結算 審核報告 係案中央政府總結算 副屬單位結算營業部分 會營業部分分測編報 並揭露重要審核意見 109年 合共提出589項重要審核意見 6. 重要審核意見 本部連來審核總結算 以就政府重大施政計畫 及攸關民生之重要議題等 施以查核 原題 重要審核意見 令以專章的方式 亦以匯整揭露 之災要報告如次 1. 政府推動少主體化對策計畫 其實 總生意力回升 為影響國人生意 意願原因盤規策掘 期待嚴厲策定專法 並著護專責機關 統籌進行婚姻分析 妥數檢討政策 及資源配置 打造國人 怨婚感生能養之 友善分裕環境 2. 政府推動毒品防住政策 以其依註毒品之適用 及新生人口的增加 為國內吸毒年齡逐步向降 且再兼容進五成為毒品射行人 互以再犯情形嚴重 期待充分了解毒品問題 整體圖像 以制定防犯對錯 並採公司協力等多元方式 共同執行毒品防住措施 以建構完整的防住網路 3. 政府持續推動長照2.0計畫 為裁員規劃 人力資源的管理 服務資源的部件 及照顧管理制度 擁有衛尊桌頭情勢 期待檢討改善 以促進長照服務體系的健全發展 實現在地老化目標 4. 政府推動社會住宅 興辦計畫 提供弱勢家庭及青年族群 基本追助需求 為計畫租金 需求龐大 尚無長期穩定裁員 部分社會住宅出租使用 及營運管理未盡桌頭 4. 包租貸管執行成效 未如預期 4. 引以 5. 因應 以肉食保障國民居住權益 5. 政府推動5家5 產業創新計畫 以後階段性成果 4. 為融有部分方案 4. 項目執行進度 及產職未如預期 7. 期待研謀投資 以家宿產業創新轉型 6. 政府未有效管理及規劃土地 推行國土計畫 為融有管理輔導未登記的工廠 配套措施未完成 農業用地 於是違法轉做工廠面積 逐聯增加 7. 國有非公用不動產 占用清理量 量能偏低等情勢 7. 期待研謀改善 維護國土空間發展智序 7. 政府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 7. 推動防疫紓困及振興相關測試 7. 為融帶強化國內疫苗 8. 廠商的研發 8. 或代工生產之彈性應變能力 8. 且紓困補貼對象資格 8. 及跨部會監資 8. 審核機制 8. 未增完善 8. 延伸部分民眾資格不符 8. 後重複申請 8. 融後補助情勢 8. 又盡興三倍建之四位 建零期未如預期 8. 執行效益之評估 8. 上代強化 7. 期待研謀應應 8. 前瞻第二期特別預算 8. 實現力以較第一期特別預算 8. 且有多項計畫 8. 以完工營運並後駐具體成效 8. 但榮有部分 8. 以完工的營運計畫 8. 效益未達一期目標 8. 整體預算保留比例 8. 榮實偏高 8. 引以積極檢討 8. 嚴謀改善 8. 重上 109年度 8. 中央政府總結算 8. 即副屬單位結算 8. 及重計表 8. 中央政府前瞻 8. 基礎建設計畫 8. 第二期特別結算審核結果 8. 經著期 8. 中 8. 較為重要者 8. 做以上二要支報告 8. 敬請主席 8. 各位委員 8. 理事 8. 先生指教 8. 謝謝 謝謝陳審議長的報告 現在進行委員諮詢 每位委員諮詢 每位委員尋達時間不得15分鐘 輪到諮詢委員如不在場 視為去全 請王委員晚預詢問 主席 主席 有請審計長 好 請 審計長請 王委員好 審計長您好 今天我們要來就這個 決算審核的部分 來跟您做一個請教 我們看到說最近其實有非常多的縣市 紛紛喊出來要來做合併和升格 那我認為在現實層面上會遇到的問題 就是來自於錢 台灣現行的地方建設制度 其實在本質上 就把台灣切分了六都和非六都 這兩個部分 其實這裡猶如是像兩個世界一樣 因為就是這樣直下 是像一般縣市的二元不公平的體制 讓各縣市的財政收支的情況 出現了截然不同的差異 以統籌分配款來說 六都就佔了全國超過百分之六成的部分 百分之六十以上 那根據我們前一陣子所做的民調 如果這個畫面上您看到的 其實超過百分之七十的民眾認為說 打破六都與一般縣市的差別待遇 建立更平等的制度是大家的期待 那我們也想請教 這部分您應該也深有同感 因為每一年在各地方的審計處發布 決算審核和報告的時候 就會聽到各縣市抱怨自己的財政狀況不佳 包括了其中這些中央的一般分配款 統籌分配款還有分配的方式 其實都有待討論 而導致地方的財務可能顯現出這樣的困境 所以我們想請教的是 您作為這樣子的審計部門的主管 那你認為說在這樣子預算結算的情況之下 是不是有調整的必要的空間 我們認為說 因為這些中央補助款以及這些計算方式 其實影響了各縣市的財政 那你認為說在六都和其他縣市之間 是不是存在有這樣一國兩制的差別待遇 好 謝謝委員 因為六都因為比較接近社會 比較整個經濟各方面的財源會比較充足 但是這些又分配的比較多 可能對其他比較不能自仇裁員的縣市 相對對他們來講有一點不太合理 所以有很多委員或者很多相關的學者 或者說都希望能夠打破委員所提的 這樣的一般的差別待遇 這是應該去好好思考的時候 因為不管六都或者是夠縣市 夠市縣應該都能夠同等的照顧到他們 或者是尤其那個15個市縣比較弱勢 算比較弱勢的應該更為給他多一點的財源 以上 是 所以我們認為我們的財政劃分其實需要做一個調整 包括說我們認為看到這幾個部分來公民做一個參考 我們會看到說六都和其他縣市的統籌分配款的公式不同 而導致直轄市六都的部分佔有百分之六成 然後其他十六縣市僅分配到百分之二十四 那第二個部分是在於說中央和地方的收支平衡 這幾年當中其實我們也看到說中央政府的收支 收入佔全國總收入的大約七成 而地方收入僅佔三成 但是在支出面上 中央政府的支出卻佔了全國的六成 而地方收支只有四成 我們會認為說在這部分包括這些稅收 哪些部分應該要回歸地方 哪些部分應該統籌到中央來做一個分配 可能也必須要來做一個通盤的了解和討論 那另外就是除了統籌 除了剛才提到這幾點之外 另外我們也看到的是在統籌分配款 以及一般分配款的這個分配原則不夠透明的情況下 會導致一般性的補助款會變成是 好像會讓大家認為說中央和哪個縣市好就多給一些 很多時候就是為了要調節這些統籌分配款的不足 所以導致大家有這樣的疑慮或是有這樣的期待 希望能夠透過合併升額的方式 來爭取到更多的預算 所以我們想請教剛剛您也提到說 在這部分其實應該要來統籌的來做一個討論和盤點 也想請教這未來會不會在這個財政劃分法上面 有相關的法規上做出一定的修正 對 這因為財政收音法要修正也談了很久 大概從96、97、97、9 我們什麼時候要來認真看待這個問題 他們都有想提出這樣的一個修正 現在這會造成因為對六都的一個分配會比較多 所以混混大家都希望能夠都升格為第七都或第八都這樣來 你認為升格並不是解決的方法 是回頭來看我們的財政劃分 對 但是對其他的部分也不是一個方法 所以能夠就整體的財政收支劃分 做一個妥善面對它 能夠怎麼樣幫助這些比較助從裁員能力比較弱的 尤其那些比較容易的現實 您剛剛提到這件事情其實談論了很久 所以我們想請教到底什麼時候會有具體的方向 以及我們什麼時候能夠有具體的作為 行政院是有我們遇到我們對這一個部分 我們也有提出我們的審核意見 要求財政部趕快來進行審慎的檢討評估 希望能提出修正監獄 納入整體來幫他整個規劃 這個我們已經提出審核意見 也希望能夠跟我們一起努力 希望能夠盡快有這樣子相關的討論 以及相關的方向能夠呈現出來 讓大家一邊來做一個處理 我們會繼續追蹤注意 接下來長期關心幼兒教育相關的部分的我 其實非常關心的這個是幼兒托育能量的部分 光是在這個審計部的決算報告裡面就看到說 其實他明指出來說 教育部在為達到今年的目標 百分之四十的這些目標縣市裡面 其實還有六十二間餘育的教室 其實應該有帶火化 希望能夠來做改建和來做使用 那報告中其實同時也指出來說 這是因為國教署未能有效掌握可利用的校舍 那其實這裡面還不含的是 包括這些可能停辦簽校 而造成更多的空教室的部分 其實也應該要一併來做一個處理 那像這樣的教室的活化 其實也是過去我一直都長期擔憂 也非常希望能夠徹底來執行的 我們希望托育的量能夠來提升 那我們看到說以0到2歲的托育為例 社家署在幼兒外送托的目標 是希望能夠一百一十三年達到百分之二十三 那今年是希望能夠達到百分之十七 但是呢卻到現在只有大概百分之十五左右 也沒有達到我們的目標 更何況是OEDC的國家外送托率大概是百分之三十四 也就是說我國的目標其實遠遠低於OEDC 然後同時我國的目標目前也沒有辦法達標 那我們知道說 在這個衛福部提升公共托英的這個量能當中 其實在取得這個場地上就遇到非常大的困境 就如同您剛剛指出來的這些校舍的新建和改建 是不是能夠來做一個盤線的應用 或是如何能夠讓它能夠落實 那我們知道有些縣市在這些運用空校 運用空教室的新建公共托育的比例其實非常的低 而且116個縣市裡面其實絕大多數都集中在雙倍 其他縣市其實非常的少 那我們在實際上落實層面上 有跟各地方縣市政府來做一個討論 很多地方縣市的設政單位在跟學校溝通說 他希望能夠來改建這樣子成為公共托育的設備的時候 其實就面臨到這些跨單位的合作和跨單位的溝通問題 包括說像有些社會單位 有些地方政府的社會單位以及民間團體就反映到說 因為0到2歲的托育是由衛福部來做主責 地方是由社會局來做處理的 來做負責的 但是呢 教室的部分其實是在教育部教育局 所以一旦跨部會的時候 他很難找到教育部 教育局這邊有哪些空閒的教室 同時也曾經有發生過幾次都是在於說 學校有預定說也答應了要承諾來改變托育中心 計畫都核定了 但是學校卻後來改做其他的用途 所以我覺得像這些東西可能都導致我們的托育量實時無法提升 所以我們會認為說在這部分其實有一些東西 希望一起來做討論 所以想請教是 在這個空閒空間的釋出上 目前其實呈現出一個卡關的狀態 如同您剛剛的報告中也指出來說 少時化的部分是希望大家感生能養 那這部分我們未來在托育政策上 我們是不是能夠提出更積極的作為 一邊來做一個努力 委員在手談的是非常好 因為利用空閒的校舍把資源充分利用 我們現在在教育部有很多的這些閒置的校舍 這個拿來做我們的開始研究 是在時機上非常不容易落實 對 公共托育中心 這個我們會加強力道的來要求 因為剛剛委員講得很對 有的部分通英的部分屬於社會局 那個校舍的部分屬於教育局 一定要做一個租源的整合 才能讓這種族行能夠加快 其實你想一想這些英俄在那個學校偷英的時候 以後也是那個學校的小學生或者國中生 所以這個對整個教育 對整個我們的資源使用 相當的有用 這個因為我有時候也會和地方的相關的局處 了解他們的希望 但是這缺乏整合 這個我們會 會在相當的時間 先把這個再把它 因為這個是屬於少子化裡面 托英或者是 或者公托的部分 我們會加強力道來 促成這些單 這些縣市政府 盡量積極執行 謝謝省機長的回應 就是這個部分 確實需要來做一個整合 剛剛提到的是衛福部這邊的需求 托英的需求的部分 以及供給面的部分 教室端教育端的部分的供給其實 供給其實必須要做一個統合 我們認為說 需求與供給端的這個資訊必須要確實掌握 其實才有可能來合理的運用這些空間 然後來做一個理性的評估和討論 那過去呢我們知道說 現在目前的做法 大概就是寫了計畫墊的目標值 就請各地方縣市政府自己來去做執行 但是剛剛如同我提到的 就是在很多縣市政府 它的學校配合意願度可能不高 比如說明明有空閒教室 但是呢 一旦要來成立這樣子的設備的時候 設備或是措施的時候就會說 我這間教室要來做其他的應用 比如說成立各種團練室 各種社團的教室等等 所以導致這些空閒教室沒有辦法釋出 我們認為說這部分其實應該 一併來做一個盤點 比如說我們這邊就提到說 供應和需求的部分 衛福部和教育部應該一併來做總和 那我們是不是能夠在此呼籲部長 省機長這邊能夠一起來蹲請教育部來研議說 我們未來能不能去定一個 或者各級學校空間的運用標準 比如說收拖好學生理論上 他應該會有一個運用空間的上限 如果超過這個上限顯然 他就是有一些空閒教室 他可能沒有釋出的情況下 這樣子才有辦法蹲請教育部 以及學校釋出更多的空間 提供來做一個改善和升級的部分 委員講得很好 我們會因為現在 你小組化以後 有時候大家都認為這個租源 所不得釋出 我們要求 照委員的方式 要求定一個標準 如果這個標準一簽下去 你就是有多餘的空間 我們再來看看 整個讓他這些空間出來 讓這些銷售出來 讓這些 本來要公偷益的部分 或者是偷益的部分 能夠整個連貫起來 這樣對整個的 對我們要解決這些少組化的問題 或者是解決這些租源閒置的問題 是一個雙廣其下 是一個雙贏的極變 謝謝委員的一個建議 審計長願意跟我一起來努力 我們希望能夠促成 教育部和衛福部對於這些基礎資訊的掌握 然後 確實能夠媒合 然後來理性評估 所以我們到底需要多少的空間 以及如何來做一個規劃 才有可能真正來提供公共托育能量的部分 好 這個我們會來努力 好 接下來還有一個議題 是在於我們長期關注的居住正義的部分 在審計部的決算報告裡面 也看到說有不少篇幅在討論居住正義的問題 這也是我們長期關心的 包括像這些未婚人口成 未婚人口普遍低於所得 然後而且未持有房屋 經濟壓力沉重 高房貸高租金等等的問題 在這份報告中也清楚的說到 全國歸戶有48萬 超過48萬人是自然人持有的非自住住家用 非自住住家用的房屋 但是裡面同時也提到說 因為財政部和內政部針對這樣子 持有多屋的計算方式不同 所以導致資料來源不同 不一 大約有一成的住宅 長期是處在這個低度用電的情況下 所以我們認為說 這些報告裡面其實跟我們長期的觀察 其實非常的接近 我們也看到說在之前 其實大約就是40幾萬戶的情況 但是在今年如果我們用全國個人歸戶 而不是用家戶所得來做歸戶 其實會看到這個總戶數其實是更為增加 不只是48左右 而是增加到了50 同時看去年跟今年的比較 其實也再次的成長了 不斷地攀升來到了70萬戶左右 所以我們認為說 這些用家戶來做歸戶來看數量 其實非自住的部分其實是非常的高 然後比個人更高 那我們會看到的是剛剛提到的 這兩個部會的資料來源其實不一 然後很多數據面 其實我們沒有辦法清楚的了解 既然沒有辦法清楚的了解 就很難來具體的討論 政策該往哪邊去 所以我們希望審計部這邊能夠一起來檢視 這些部會公開資料的完整性 我們認為首先必須要達到資料公開的完整 而且要能夠清楚的呈現 我們才有辦法站在同一個事實的基礎上 進而討論我們的房屋問題 該怎麼來解決 包括說我們認為 內政部應該要來提供五年以上餘屋的數量 以及財政部應該提供加戶歸戶的歷史 房屋的所有資料 那因為它不斷的增加情況下 我們到底總和有多少的房屋 是空屋的部分 又或者是江戶歸戶 到底持有多少的情況下 其實都不知道 另外就是應該也要將這些低度用電的房屋 和稅及江戶持有的資訊進行勾激 並且定期的公佈在低度用電的報告當中 我們認為資料必須要能夠越清楚 大家討論的基準越清楚 包括要避免掉剛剛提到的這兩個部會的資料 因為來源不同 因為基準不同 所以很難進一步來做討論 光是對於囤房問題也不嚴重 光是對於我們我國的居住問題嚴不嚴重 其實都很難聚焦來做一個討論 所以我覺得至少應該要來要求相關部會 提供清楚的資料 才有可能進一步來討論居住正義如何落實 謝謝委員 委員這個建議非常的好 因為你不把資料 大家把它整個公開出來 或者是把它一字畫 這樣大家就每一個各部會 都兩個單 都處理的方式都不太一樣 再來說 這個事情沒辦法做 這是 現在是一個數據化的時代 應該 把這些做一個統合 就向委員提到 這樣的話 我們就可以 慢慢慢慢切出這些 整個問題的尊項出來 這個對整個的居住正義 會有一個非常好的幫助 所以我們會依照委員所提出 所提供的這些所建議的方向 我們也會幫委員建立到 內政部建立到財政部 相關部會來處理 我想不只是建議 我們也希望能夠促成這些資料的適處 因為剛剛提到 其實現在光是基準上定在哪些是空餘物的部分 其實就完全沒有辦法聚焦來做一個討論 所以資訊必須要清楚之後 我們才有辦法來做一個勾基 然後清楚來做一個討論 所以像剛剛您提到的 這幾個部分都很希望 審計部能夠一起來協力 包括剛剛提到的這個 財政劃分的部分 應該要儘快來做處理 以及少職化的相關的問題 托餘讓人希望能夠提升 以及居住正義的部分 都很希望審計部一同來努力 謝謝委員 我們要讓委員的建議 來履歷 來積極的來做主義做的 謝謝委員 謝謝王委員 繼續請歐委員從軍 好 院長我們請審計長 好 審計長請 好 審計長請 好 總共有五大切 當然跟過去的審計報告不太一樣 你今年的份量比較充實 而且做的整理比較精密 所以你包括我們將來對於 我們所謂的基金預算 或者是我們的營業預算的部分 你都有做一個條類的 就是民法集合成策 然後你有提到 598項的一個建議 基本上這個都是一個 比較讓我們立法院 可以肯定的一個創舉 當然 除了這個特色以外 你對於總預算的部分 我們也把 少子化的部分 毒品的房子 還有五家二產業創新的議題 你用專章的方式 來做以匯整揭露 大概 這一些都是我們過去所沒有的 但是站在一個 當地研究 醫生到骨骰 立法委員對我來說 我覺得 因為你是主義出身 甚至你對於主義 這個心機的部分 拿出這種心機的報告 我要跟你說 你值得我們立法院 對你做一個肯定 首先第一項 我這一個表示 我對於審計報告的一個態度 以後還是要繼續加油 謝謝希望委員能夠 大家委員能夠有所利用 第二個問題 心機長 當然接下來的四個問題 我希望能夠做一個比較深入的一個 跟你做一個探討 第一個問題 就是我在中醫生的時候 我特別提起的就是說 我們現在在我們國防部的外國武器 預算裡面 有所謂的再塗物資 但是經這五年來幾乎再塗物資 都有獎金一千五百億左右 有的心機 經過十年以後 沒辦法進行結案 我們把錢揮出去 結會之後 我們就列為實現術 實現術之後 就用再塗物資來做一個控管 查核 其實 這種情形我覺得是不對的 三十年前 我記得我在 那次做立法委員的時候 我就提起說 對於 我們對外採購武器的 這一個預算 應該成立一個所謂的 大概我們的經過基金 用滾存的方式 然後我們假設我們會多少錢 我們可以用實現術 如果是結案的時候 我們可以用實現術 假設沒有驗收 或者是還沒有結案的時候 我們一樣可以繼續滾存 用簽署發生訴繼續來追蹤 經過這大中間三十年過去 我過去也一直講到 特別預算 其實是總預算案的一個獨留 我們很不希望它繼續存在 但是 反而 金氏武器的採購 我們不要用再塗物資 而去用特別預算的方式 用基金預算的方式 來做一個編列 將來 反而其實在預算 決算 或者是我們在審核 在追蹤的過程裡面 反而可以達到效果 心機長 將對這個部分 我請教你的意見如何 謝謝 委員三十年前就很有眼見 就把這個問題看出來 所以 是一個 難怪是人家稱為的是 預算增加 那 原來 國防部 會用再塗物資 是一種 潛意測試 他 以前國防部的保留 都是一年都上千億 因為上千億 過界都會問說 怎麼會保留這麼多 後來用一個潛意測試 叫做再塗物資 那再塗物資 就像 如同委員所講的 現在一年 差不多有一千五百億 平均 就五年來都是這樣 像今年 我們把它查一下 還有一千六百多億 這個 有的 剛剛委員講 委員後期我們查的結果 有七十幾年的 一個經過案 七十幾年還沒結 這個 這個整個 都是九嫌未結 整個帳戶都九嫌未結 已經 因為國軍 那個 承辦人員 他更迪很快 很容易 把這個 以後要清理 很難清理 所以 委員提出 經過基金 因為 這個對國防部來講 國防部應該 好好的在思考 這是一個非常 對國防部非常好的 因為 現在 一年 我們這五年來 要他繳回去查以後 他的繳回結疑 差不多這五年 差不多結疑 繳回一百二十幾億 如果 以一個經過基金來講 這一百二十六億 可以滾存在那個 經過基金裡面 對國防部 在現在 這麼重要的時刻 對於金式採購武器 有一個 他有一個 做起來 有一個很好的彈性 組醒來 很好 也不會讓現在的帳戶 出現 很 很 迷糊 很 很難看得出來 說 這個到底 為什麼三十幾年 還沒有清完 這個 我非常 佩服委員的一個建議 如果能夠 成立一個建構基金 我們 會來協助 來幫忙 看看 希望國防部能夠往這方面來努力 你們知道嗎 其實你是主界的系統出現 當然 現在做新界的系統 你經常會覺得 這屬性是不符合 割勝的聽術 在用這種方式的再投物資 其實這個也是不對的 我希望 我在立法院 我講到後面 你做新界部的新界長 你讓我稍微 叫主界長 跟國防部 這方面 大家要把這個部分 好好做一個改善 這是我今天 第一 要要求你 一定要好好好好 取得 第二點 我終於醫生這順的時候 我就別拿去三倍見跟五倍見的問題 三倍見我們是一千 今天要繳一千嘛 才可以拿到三倍的錢 但是 一千叫了 後 九十五次 我現在問主界長 我為什麼要用大修大夫 我說你聽書 你要去叫我好 用大修大夫 這是不對的 第二個 五倍見的問題 你說今天 你以前還沒心渣 還沒什麼都通過 一邊 像五倍見 他要怎樣 翻前後 他的印刷 什麼都完成啊 欸 主界長 這什麼 這是完全藐視 立法委員的心機款 完全 立法委員的這款 這是非常不應該的事情 這種態度 我感覺不可掌 齒風不可掌 心機長要請教你 三倍見的稅入 你看他們要怎麼處理 五倍見這樣 究竟對不對 你今天用心機長 你來看這樣是不是不對 三倍見 三倍見 因為那一千塊是來自民眾性教 不是 到時候政府還要行 所以用代收代付 這還可以收到過去 這個 五倍見這個 那些齁 那些齁 那些 那些 在這個 法律條例裡面 有講可以支付他其中一部分 這個一部分 其實 民國六十四年的時候 在訂這一條 八十 在訂這個預算 八十四條的時候 當時的條文 那個草案條文是 支付一部 或全部 當時立法院 談的是說 這個全部啊 影響 立法院的 損利權 所以就把那個全部拿到 拿掉 所以現在是支付一部分 那支付一部分 我們看 這幾年的那個農委會的 八十六年農委會 那個口庭也很緊急 那時候也有支付一部分 但是他這個 支付的比例是 比例比較低啊 要是四趴而已啊 對 還有SARS的時候 SARS也七趴而已啊 對對對 這個大概是委員的很了解 那現在 他支付一部分 支付一部分 和我們將來要發 五倍券 我們究竟要怎麼發 和我們發行這個成本 全部都我們用了 都已經在執行啊 這種是違反 預算法相關的規定 跟他特別條例的規定 我跟你說齁 我是覺得像這樣做 立法院做得很不準 沒有啦 心家中 哇 希望說你 要站在特殊的政策 對主界 對行政 像這種的 完全沒有 將立法委員的 預算審核錢 大家看在我們來 我覺得你應該要提出 你的看法跟糾正 委員很關心這個 或者是其他委員 也很關心這個事情 後來我有向行政院了解 他說 他現在 要求租屋其中部 來請求行政院租居 要求租屋其中部一部分 他說三百多億啦 三百多億 除以一千六 大概是二十幾啦 大概是實際情形 因為我們還沒有查 因為這個 目前 這個整個 條例啊 整個預算 都還在立法院損益中 我們審計部 是根據 立大院損益的結果 來監督預算執行 我跟你講齁 你就好好查 我感覺那不是陷阱的 第三個問題 我現在要請教 是金公教人員的調薪 我上次在 總預算的時候 我也拿去人 包括現在說拿去的 就是說我們的 金公教退休縫的 這些縫級的調整 醫生都沒有變啦 告進委員會都沒有結論啦 心結束 對這個部分 公教人員調薪的問題 跟退休人員 退休縫的問題 要調整的 醫生要怎麼處理 因為現在要形成政策要調薪 政策調薪的時候 第一個是公教人員要不要調薪 第二個要看這些退休人員 要不要調薪 他的 當時的這個 目前的考量點就是說 是考量是物價都上來了 要調薪喔 還是經濟成長以後要 再來考慮 因為這裡面有 金公教的部分 那個縣主人員的部分 也有 退休人員 退休人員他還分 由 那個教育部管 國防部管 教育人員 國防部管 軍事人員 那個 有一個 退休人員 是前夕部 所以啊 可能行政院還在盤點該如何 那這個 一般 一般常態 是說啊 要調薪的 在預算還沒有 在判定預算以前 如果決定要那個 就要判入預算 那如果是 在 預算損遞完以後 那就要辦追加減預算 有一種 目前已經 有這樣的 趨勢出來 有這樣的 趨勢出來的時候 在我 往年的 往年的 例子裡面啊 我記得啊 他民國 九十幾年 或者一百年的時候 在調 老農津貼的時候 那個法律 通過老人 津貼啊 那時候 因為沒有變預算 但是啊 大院已經通過了 這 九四九五的時候 通過了 老農津貼 通過老農津貼以後啊 因為要趕快啊 能夠啊 即時的給這些農民啊 有一個 能夠拿到這些津貼 這個 他曾經啊 我們 當時我是預算幾幾早 曾經修正預算 修正預算 修正預算 送到 大院 對啊 我現在的意思是說這樣 你現在在醫生 你不知道 家室你如果要調的時候 看你要修正醫生 還要對他檢驗醫生 要關心做決定 你不能下廉這些 到美女教委 窃裡的時候 我們在那裡 聽說的辦不好 所以 我們現在很多東西 你求說 這種調心的問題 我跟你說 你本來 調心審議委員會 本來就是你內閣的個案嘛 你在這裡說 要什麼尊重那個委員 那些都完全不符合正理的 也不符合體制 因為我是覺得 像這一個部分 你們應該要 建設理局 我們對軍公教人員的調心 跟退休後 我們到底要怎麼做 決策完以後 根據預算法是要調整 或者是我們搬家追加預算 趕快辦嘛 這是第三個問題 第四個問題 最後一項問題 我是說 我很簡單講一下 我們並結算處理 應該要有一個關鍵 比例說 你的心家部 心家部 裡面 農產品的產銷調節 你變的是 一億五千幾萬 但是一百零八年 並結算起來 結算是六億多 然後他的 一百零九 一百零九年四億多 然後比方說 我們的收購數量 每天都變十五萬幾 十五萬七千斤 但是這上 他三十七萬 四十六萬 五十三萬 五十七萬 五十七萬 五十八萬 然後我們的支出結算 竟然超支 一百六十幾億 我看你這割算 我是覺得說 並結算辦理 如果這樣以後 我們就不用信了 對不對 你變一億多 開六億多 我們不能跟你說什麼 你並結算到底怎麼 原則在哪裡 應該要有一個 規定 還有一個關鍵 是不是對嗎 我當然 大概是這樣 因為在非營業習慣基金 或者營業基金 在預算好裡面 有一個因應 整個市場情勢 或有經濟情勢 可以超支並結算 但是超支並結算 會出現一個 我們也會 剛剛委員談到的 像那個我看了一下 觀光發展基金 有一年一百零九年 就 如果大公眾的小度 要把 答應來 就像 另外一年 或者是怎麼會做 或者是怎麼會做 這個是可以安排的 我跟你說 聽得懂 我們醫生的負責經就是這樣 醫生不夠 你長出 去美金 他已經不夠 你反對大小 你可以反對醫生 折腦的狂狂 我們都會清除 你要進一段廚禮 還是怎麼樣 如果我們賣一支國親,我們賣到這個人 這麼說,七十九便就好了 我賣出這張臥,這張臥都沒有人在搶 我們好幾倍的 這個都並結算出果決的不國親 我們今天就知道我們會給省政院的準計意見 大家要講清楚 你要並結算出 todok的兒子在哪裡 對嗎? 一倍金他的百億百億金碼 對嗎? 你最近就不通過多少 不可以做一半就要發揮 那要接三位 那百億助記要謝謝 你要付出一下 謝謝翁委員 接下來請陳委員玉貞諮詢 請那個沈記長 好請 沈記長請 陳委員好 今天我這個 你知道我是哪裡來的委員嗎? 金門 對很好齁 我們今天本期主要的資訊重點 還是放在我們金門地區 你們這個審計部的這個相關的意見 大概幾個主題 第一個就是有關這個長照的部分 看到你們在這個 全國這個長照服務資源的部件上面 有說一百零九年齁 就是金門縣的長照人口需求是四四二四人 需求的床位是八百八十五床 那目前核定有兩百零五床 床位不足有六百八十床 這個是現在這個情形 那你們有提到說這個 現行政府對民眾使用長照服務的補助 都是集中在居家和社區式的服務 那依照現在的條件 大概每年最多給六萬塊的補助 那這個差異頗去補助制度 這個未盡公園 這是你們的報告寫 那你們立場是不是說 為不應該對住宿式的機構服務 要多給一點重視 因為我們是希望能夠 因為整個這一種我們的長期照護 盡量讓這個租源的分配公平一點 有的達到四十幾萬有的五六萬 這個租源的分配對民眾來講 我們是希望慢慢建構一個很公平正義的環境 所以我們提出了這樣的一個意見 但是我今年在這個衛福部 我質詢這個衛團委員會質詢這個衛福部的時候 你們的說法是 因為我們進門的住宿型的機構床位不足 那你們的建議 審計部的建議說 應該對住宿式的機構服務 多給一些資源嘛 沿著增加住宿機構服務的相關補助機制 以減輕私人家庭的這個 私人家庭的經濟負擔 但是 那個衛福部的部長孫中回文 他是說 針對這個健康老人要發展居家式、社區式 跟你們的方向是不一樣的 我們希望他 你們希望他多做一點這個 多做一點 因為那個住宿式的都比較嚴重 對 但是他們的方向 我們希望 確實要多做這個社區式的 但是最後的 租源的給付啊 我們希望能夠平均 有的時候他去租了那個 安老院啊 那個有時候他的花費也蠻重的啊 你才給六個 他在機家服務你給到四十四萬 所以你們的審計意見啊 照說你們這個審計件是 我個人覺得你們審計件是很專業 但是 可能在督促方面 衛福部在這方面 並沒有照著你們審計的意見的方向走啦 我們 今年還是 我們明年 我們今年還是繼續查長照 因為長照 所以如果 衛福部沒有遵從你們這個審計部的意見 要怎麼處理呢 這個我們是建議宿的 但是我們最後啊 是議警理告訴你說 這個理可能不公平 我們是希望建構一個非常好的 長照的那個環境 讓大家啊 每一個人都能夠用得到 這樣的一個環境 那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以離島地區來講 像這個 這個專案 這個專任的各管員 像以我們金門來講 是需求二十位嘛 但是 只有四位 缺額是十六位 那衛福部有說這個離島在 人力招募上比較困難 那我認為 中央在待遇上多給一點 這個保障啦 那可以這樣才可以說 可以順利招募到需要的人力嘛 因為現在缺口太大 那你這個部分 審計處 審計處 那個 因為離島有它的透性 有時候人啊 有時候連公務員都 有時候都不能補足 所以那邊啊 如果要 那一個 所有的待遇後怎麼樣 要整個那個 待遇教標準 要加 要考量 要按照離島的特性 要作家 這個是合理的嘛 合法合情合理 這個審計長這邊也是肯定嘛 對 所以我們要求會不會這樣做 應該這個也是沒有問題 對對對 那第二個問題 也是大家比較關心的就是居住正義的問題 居住正義問題 一樣就是像社會住宅這個部分 社會住宅的部分 我們看到你們的報告有寫說 現在到109年底全國的這個社會住宅 新建是四萬零七百零八戶 那 玩者 既有的六四七四戶 已經完工一萬多戶 新建中一萬八千多戶 還有三千多戶 這個是 要給這些 弱勢 這個全全國的部分 那 在這個部分的裡頭 那我們來看 金門的部分的社會住宅的這個推動 金門社會住宅 到109年底 這個 我先說全國 全國是 全國是四萬零七百零八戶 但是 金門 金門有推動一個 上億地區的這個社會住宅嗎 對吧 對這個案子有了解嗎 了解 那 原來他在計畫說 109年底的時候要完成先期規劃 你們的這個 審計的這個 看法是怎麼樣 結果到現在沒有 沒有 因為整個社會住宅對 社會正義對整個基礎 都很重要 那 因為好像 整體上 因為 剛剛看了 數萬多戶 其實很多都是還在興建中 全國的部分 規劃中 那 金門這個金門上億這個宅 本來是屬於還在規劃中 對 本來說 109年底就應該要有點 有規劃完成 但是都沒有前進 那這個部分的話 你們有沒有督促這個 內政部呢 我們已經請內政部 督促金門 要去趕快 把這個事情做起來 因為剛剛講 他的需求 還是也蠻大的 所以 這一個部分 原來的預定 原來的預定是興建兩棟 136要三年內完工 但是 現在 整個進度都 都沒有 所以 這個部分 是不是請你們 請內政部 好好的再往前督促 這個實際上也是很重要的 我們也會請我們的金門審計師 給金門一個審計意見 還有一個比較重要的就是說 現在整個全國的市場 普遍都有一個缺工跟缺料的情形 這個省計長應該有了解嗎 應該比我們主機長更了解全國物價 也不會不知道面線多少錢 但是 我的意思是說 那天我在 諮詢的時候 市長有問這個院長這件事情 就是說 當這個又問主機長 就是當這個物料 缺物料 所以原物料上漲 當缺工 所以工資上漲的時候 全國的這種 所有的這種 在公共工程 在編列預算的時候 事實上是應該要隨著 不是等到標到 隨著物價指數 那是另外一件事 還沒有標以前 就應該就是 要針對市場行情 在制定標案的時候 我也跟主機長講 在制定標案的時候 就應該要反映 比較當時這個物價 才不會造成 公共工程 一再一而再 再而三這個流標 反而延宕整個國家 建設發展這個進度嗎 這個沈記長 算成這個想法嗎 對我們 其實 在編列算的時候 其實 公共工程委員會 在編列算的時候 他就會調查 像今年110 他差不多在 109 或者是110的初期 在八月編來以前 他們就會調查那個標準 那給大家試用 但是 有時候物價一日 很快的時候 漲了很多 漲了很多 一算編來了 就少了 委員也不能加 那這個 在 公共工程委員會 有一個基礎叫 物價調整基礎 但是那個是 得標以後的機制 我知道 這個意思是說 我們審計單位 當然除了真編 這個政府的花用 合不合情理 有沒有浪費 有沒有按照 預算執行 事實上 你們在某個方面 要扮演這樣的角色 因為也許很多時候 工人員他就覺得說 如果我編得比較高 是不是會怎麼樣 會有什麼上 比較在執行的上面 會覺得說 會擔心一些 比較法律上的問題 但是審計 事實上 因為你們扮演了真編 你們也可以適度的 讓這個政府部門了解說 因為你編得低 造成了這個工程的一再流標 一再流標 你最後還是得調價錢 一再流標的情況下 事實上時間 是一個很大的成本 我國的很多的公共監測 重大監測就會停滯不前 其實對國家發展 反而是一件壞事 所以在這個部分裡頭 我覺得審計是也可以扮演這樣的角色 在你們的報告裡頭 你們也可以告訴他們說 不是你要求他說 你一定要 你一定要邊怎樣低怎樣低 好像是這一種才是對國家好 才是所謂的節省公帑 很多時候 時間是一個很重要的這個成本 國家發展 時間過去就是一個競爭力的改變 所以這個部分是不是 你們也應該要表達你們這個意見 不是只有說真編嗎 還要帶領國家前進嗎 對我們和委員的想法一樣 我們現在審計也是朝這樣方向走 有的我們要看到他不應該誇的 有的應該趕快發 或者怎麼樣 你說像那個我們某一個重大工程 我們說金門的那個跨海大橋 如果把它停下來 他下次要再飆的時候 那個價錢就會更高 不只是價錢 很多重大建設機場 碼頭各樣的東西都是 都加了好幾倍 這都是前進的成本 越晚的話 國家社會很多進步就會變慢 所以還是要給公部門一個這種觀念 審計部 因為很多部門是擔心他們編得怎麼樣 會被你們糾正 對 所以你們也要 這個方向我們已經有朝委員這樣的一個想法 現在大部分都是朝這樣的一個想法 帶領著這個前進的 前進的觀念 對 我對審計處的看法一向都很正面 以前這個 以前在當議員的時候 我覺得我們金門那個審計處也做得非常好 常常提出很多很好的意見 這是真的 那就是說 但是還有一些比如說 講一下這個金門地區有一個特色 就是 公有非公用土地的處置 那審計長也去過金門也了解 就金門地區很多這個民眾要求反反土地的問題 這個您了解嗎 對嗎 當然也知道你們一直在要求這個國有土地的這種 活化 資產的這個處分 但是金門這個特色 您知道這個問題的那個嗎 知道這個問題的由來嗎 當然當時戰地政務 很多鄉親可能下南洋流落找不到 那很多居民因為早期的軍戰民地 所以我們那也是真的是比較需要落實真正的這個轉型正義 那這個情況下要再要求 返還登記這些自己的祖產的時候 有時候就面臨到困難 那本來是到一百今年 那一百零八零九年的就 登記的時間到 但是又很多南洋鄉親還是沒有還沒辦法回來 所以我們是要求說是不是在這裡這些公用 國有非公用土地的這個返還登記 這個部分是就是不要讓國有財產局 一直好像要趕快的把這些土地釋放出去 那會阻擋到金門民眾取得主產 要求拿回主產這個權利 這個有困難嗎 你們 這個沒有困難 這個金門有這樣的一個透性 就像現在M字民也有一些這樣的透性 所以 這一種 我們會尊重當地的透性 來那個不會那個 雖然領導條例是定在一百零八年 結識這些事情 但是 這種正義還是要去處理 這個部分我也在修法 那我是希望說 像比如說像監察院也有這個報告 就是 到一百零九年底 保留土地比數兩萬四千多比 面積一千多公頃 算是 算是很多土地都很細微了 但是 就是 就是 如果你們的審核 意見裡頭 被國產局拿來 當作 雞毛當作令見說 就是必須不能這樣 就是必須處分的話 以後就會造成跟 民眾 比較更大的這個爭議 所以 我是建議說 在這個你們的這個審核 意見報告裡頭 這對針對這個 國有非公用財產 產局的管理作業程序 第十三點 附件九 有一個保留項目叫做 金和定占部處分 就是另外有用途 或是現況特殊的時候 金和定部位即興處分 那把金門的這個保留土地 歸在這個區裡頭 可以讓 國產局就是 也沒有這種執行的壓力 也 才不會造成 這個更多的民怨 這個應該 可以照顧我們來處理 可以喔 省區 這個部分讓這個 不要和 不要讓民眾跟這個的衝突變大 那 最後一個議題 這是有關這個 疫苗採購的議題 我們看到 那個您有 您在這個審核報告中 就是 對疫情的防治紓困 都有 還有振興都有提出審查意見 不過我沒有看到 您在疫苗採購部分 審計處有提出任何的這個審查意見 是因為你們覺得這個衛福部的疫苗採購做得很好呢 還是說 是像你之前提到的 因為衛福部現在沒人力配合調查 所以你們還沒有查 我們 在開始的時候 我們 給大院有四個報告 第一個報告 我們就會告訴他 這個疫苗 因為疫苗你可能慢了喔 篩檢能量你可能慢了 這我們就提出來 提出來 疫情 那個衛福部 疫情他 注意 我要去看他疫苗裡面 到底是怎麼買 買得怎麼樣 他是有商業機密 那他像我說 商業機密也不能對你透露嗎 我們你是國家的主人部分 也是政府部門 他有一個條件 他會影響我們疫苗的啟動 這個我們啦 因為 這個疫苗的啟動對我們 政府 但是省記者 我知道你在說什麼 這個都是衛福對外的藉口 我在衛團委員會也跟他提過 根據大法官會的市至 兩百三十九七百多號解釋 都是說 事實上政府機關是有這樣的權利的 還有你們的審計法第十條也有規定喔 你們依法獨立行使 審計職權不受干涉 審計機關對各個機關 一切收支機才有得隨時積查之 這個是你們的這個權利喔 因為這個疫苗的到貨 這麼的緩慢喔 就是 就是捐贈比這個 我們自己採購到貨的還快 這個部分喔 是不是有什麼角色上的疏失啊 這個執行的慢 那事實上都應該是 你們應該這個 本於職權去調查的 有我們現在 他因為人力上有困難的時候 我們用書面 現在用書面再調查 調查完以後 他希望我們明年的上半年 我們會查 因為我們這個整個條例 到明年的六月底結束 所以我們提出 這個審核意見的時機 還是非常的充足 好 就是希望這個我們審計長 還是要依法齁 獨立行使審計職權齁 不要受到 不應該的干涉 我們沒有受到任何的干涉 沒有 只是 好 謝謝陳委員 接下來 吳委員立法 的諮詢與書面提出 請 審計部 書面黨戶並列入紀錄刊登公報 繼續請 林委員得福 諮詢 請 大委主席 郵院長 還有審計部 陳審計長 是不是請那個審計長 還有審計部的各單位 代表 林委員好 審計長你好 審計長我請教 是 因為一百零九年度中央 政府從決算 審核報告中提到 行政院所謂的三倍券千億效益 一千億以上的效益 的說法 這個 根本 就是沒有客觀調查資料可以佐證 那而且 數位 三倍券 領取率 這個遠低於 疫期 原來要領的 但是 沒有那麼多人去領 陳審計長 對於三倍券效益的審核 這個沒有客觀資料可以調查 到底 是行政院根本沒有資料可以提供審核 還是 行政院有資料 卻根本不給 這到底是怎麼樣 這個大概是這樣 一個 我們一個政策 花了五六百萬 五六百億 促行下來 我們希望他是 相關單位要提出一個成果 那相關單位是有提出成果 中小七月處說用數位券 提出來差不多一千億 那台中院 他們 國化會委中台中院 或者是 中華經濟研究院 他們提出來的 那個 集計啊 有的是三百多億 到一千億 都不太一樣 所以三個市場都不一樣 那我們 有一個審核意見說 這個有待 來好好的評估一下 到底 你這個整個效益是多少 你這個行政部門 或者你這個主辦部門 一定要有一個 輸入出來 好評估 因為他沒有這樣 因為他只有三個輸入 相關都差太遠了 行政院沒有辦法提供 三倍券效益的資料 作為決算審核 那請問是不是違反審計畫 第十四條呢 這個還好 這個因為他是用完了以後 用完當然是審計 事後審計當然是用完以後 他是用這個資料來 但是 這個資料我們認為 你的這個效益 好像要重新 再整理一下 對啊 那是不是應該給予行政院 他要是 沒有依審計法第十四條 是不是應該給予行政院 適度的處分 或因為知事體大 那審計部 這個 應該要陳請監察院 來 這個何辦 這個大部分 我們都有這些都有提到 監察院去 對啊 因為 這個你做了以後 實際上 你也沒有提出一個效益評估 齁 那 這個其實我們齁 真的打問號 很質疑啊 陳記長 是 中國時報針對三倍券 對GDP 貢獻的質疑啊 這個國發會還特地發新聞稿 來澄清 不但對外界質疑 引述 這個相關研究機構的數據啊 來緩擊 還提到國外經驗 吹捧三倍券對的這個優勢 那對於刺激內需經濟與消費的效益 請問 對國發會的說法 陳記長 你認為 到底是不是事實 你的看法呢 我向委員報告 因為國發會啊 自己有委託中華經濟研究院 他的替代比例啊 中華經濟研究院 以五十到九十 增加GDP四百六十三到一千億的範圍 他是一個範圍 那台灣經濟研究院是五十到七十 增加GDP是三百多億到五百多億 所以啊 這是國發會請人家研究出來的 那個 所以 國發會為什麼還會再發那個公文 那個我就不得我知 如果國發會澄清的內容屬實 那審計部卻沒有辦法取得 請問這是不是代表執政者極度的傲慢 那市民殖民高於五五 會不會這個樣子 我 像這樣出來以後啊 我也像 一些 經濟專家說真的很難評估 他是 說要一次把它評估到很準確啊 有他相當的困難啊 所以 但是 這個因為 五六百億的預算 朱用丸 他要 要好好的把它 評估一個比較嚴謹的效力 因為他 接下來他 後來 又做了五倍券嘛 所以會產生這樣的一個前進 那個 對 我現在後面才要追五倍券 反之要是國發會內容 如果 根本是無憑無懼的 那 請問他執政者是不是根本 把全民啊 當做猴子在耍 那 對於行政院規避審計的做法 陳記長你認為應該要怎麼做比較適當 這個部分啊 三倍券的部分 他 行政院或者是國發會或者是經濟部 沒有規避 我們還是 所以我們有 查出這些 損合意見 包括剛剛 委員講的 數位 他難不倒 我們還有一個 弱勢的啊 有五六萬人沒有 沒有領到 因為 你要是說 像這種狀況 齁 他要是規避 也不願意說提供真正確確的數據等等 齁 那 其實你們還是可以送監察院啦 那對這個方面 如果有這樣的現象 這一個部分啊 他是 拿出來的數據啊 是 有三項 齁 三種 三種的數據都要 還要去做一個比較 呃 完整的評斷以後再拿出來 但是 陳記長 是 三倍券審計已經被行政院擺了一道 齁 那請問五倍券現在上路了 那你認為審計部 應該要怎麼做 才能夠忠實的執行 審計的一個職責所在 這個部分啊 呃 大恩也非常好 有做一個結議啊 我在這 有相對的一些委員會議啊 也都希望經濟部啊 能做好 效益評估啦 啊這個真的要 因為這現在的錢投入 更大 齁所以啊要做效益評估 那我們 審計部啊還是會依照我們的 審計計事 審計的各種方法 我們還是會對這個五倍券 齁大家所足以的部分 欸做一個審計 那個 陳記長 對於三倍券審計期間所面臨調查困難 那請問審計部應該用哪些方法來突破 如果行政院一如往常 傲慢 又不理 那審計部又要怎麼去應應呢 你的幹話呢 對 這個部分啊 因為我們剛剛有講啊 我們有相關的法規 我們會來請求行政院啊 能夠繼續的 嚴謹的 能夠來對待這些三倍券 那三倍券應該是一個 我們已經做了一些損核意見送到 今天也送到大院來了 因為齁 陳記長 是 當初其實民意齁 的表達 百分之差不多九十幾 都希望花現金 齁 但是行政院啊 一意孤行 堅持 就是要變成五倍券 其實 名稱為什麼五倍券 以前是三倍券是自己又出了一千 然後領三千 其實裡面是有一千 自己的 那現在是完全沒有 又變成五倍券 然後你又花那麼多的行政成本 花了幾十億 這個都是名子名高啊 你國外你看 在疫情期間 任何不管紓困也好 包括 振興也好 幾乎啊 都是直接花現金 只有我們這裡再搞券 搞券 然後又一大堆行政成本 齁 陳記長 今天為了五倍券 政府紮重金編列了 一千兩百零六億 齁 06.9億元 號稱可創造兩千億喔 的經濟效益 那請問 你怎麼看行政院 這個 行政院對五倍券的行銷 你怎麼看 因為做一個 政策上 要下一個政策 當然要做效益評估 他目前 做出來的效益評估是兩千億 兩千億 因為 目前這個案子 都還在大院審議中 還沒有到 大院的預算也還沒通過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目前沒有去就這兩千億 是怎麼算出來的 做了解 因為這個目前還是在大院的主軸 我知道 因為你是事後審議嘛 齁 但是因為有三倍券的經驗 齁 跟過去啊 發生這一段 所以說本席特別啊 今天來就叫 這個 我們 呃 陳審議長 因為中金院 張傳張院長說 政府所預估的五倍券 兩千億元效益 恐怕太過於樂觀 齁 這個中金院 齁 那 他指出根據 模型的推估齁 齁 若能達到 一千三百億 到一千四百億 就已經非常棒了啦 所以說本席認為 連中金院 都不敢背書 五倍券兩千億的經濟效益 那請問沈記長 對於行政院五倍券 誇張行銷的手法 沈記部是不是應該 要更積極去瞭解 他的真實性 免得啊 名子名高又淪為行政院濫用 還到處信口開河 混淆視聽 你的幹話呢 呃 中金院的張院長 有提出這樣的一個看齁 我們會去 向他瞭解 方傳張院長 我知道 他說 根本就 要是能夠達到一千三一千四 就已經非常樂觀了 齁 這個非常棒了 齁 他根本就不可能達到兩千億的經濟效益 我們會租行 張院長 瞭解 整個 他是怎麼樣 計算和行政院的兩千億的差別是怎麼樣 我希望你喔 我希望你喔 身為沈記長 齁這方面你 齁已經 事後沈記當然就 過去的例子 你要去多了解 然後多要求 多深入 齁 那個沈記長 這兩年 兩岸關係對立僵化升高 消防中國的台灣農產品 持續啊 面臨禁運 不管中國的合法 是否合理啦 齁 的做法 中國的做法是不是合理 請問農委會 新南向農產品 政策的推動 是不是能夠 解決目前未來 整個國內農產品 可能面臨 自銷的問題 你的看法呢 因為 農委會 解決這些自銷問題啊 他本來有很多的方式 很多方式都是用補貼而已啊 其他找不出更好的方式 補貼以後把那些農產品 全部都拿去 丟在那個西邊 河邊海邊啊 就這個樣子啊 然後都是用人民的血汗錢啊 然後他也真的是沒有去把那個 管道通路全部都找出來 沒有啊 對不對 所以 我看那個農委會 他只能這樣的功能 其他沒有啊 因為他都用企劃方式啊 對不對 消費企劃的方式啊 沒有去加工啊 完全沒有 幾乎都沒有 我們是 這一個部分啊 我們有提出 對不對 那名指名高 他就只會用補貼 其他都不會 對不對 那個 陳記長 是 對於一百零九年度 我國農產品 貿易逆差 還是持續的擴大 齁 那而且外銷主要 仍舊是仰賴齁 這個大陸啦 香港 美國日本 等傳統 出口的這些市場 齁 這個引於 研磨啊 改善 請問對於農委會提出 農業新南向政策的改善方式 以及 審計部 觀察 審核結果 你認為農委會 新南向農產品政策 是不是 這個 有短期的成效呢 你的看法呢 目前這樣看啊 是 還在努力中啦 他有成立 台龍花 台龍頭 都在做這些事情 那現在有成效嗎 目前 因為 做一個事情啊 都是起死的時候困難一點 大開我們希望他能夠有 有好的成果 其實台龍花已經很長一段時間 幾乎都是齁 台龍花你知道 也是 虧損年年啊 對不對 而且齁 才做多少 那個 神記長 按照行政院政委 齁 經貿談判辦公室 談判 代表這個鄧正宗 齁 十月上旬 在義三論壇表示 齁 疫情無法改變我們推動 新南向政策的初衷 以繼續向前邁進的決心 但是 新南向合作三主軸是在供應鏈 醫衛 教育 陳記長 在後疫情時代 新南向推動 重點 這個 還是不在農產品身上 那請問 農委會 質疑出口農產品 分流 齁 新南向國家 你認為 會不會太過於理想化 會不會 因為 這個我們的農產品都是 希望能夠盡量外銷 所以就是一個努力的 他一個努力 往這邊 因為大陸 目前有時候會把我們 禁止我們進口 出口去 我知道啊 所以齁 他大家各種 各種努力都要 這是農耳在浸泡 其實齁 大家心知肚明 新南向很多國家 他們自己本身的農特產品 也非常的多 所以說你要銷到他們國家 南上加南 齁 那我們現在幾乎只有 你看供應鏈裡面 只有衣味 教育 齁 幾乎都是這些 而已啊 你要是真正農特產品 很難啦 大家心知肚明啦 謝謝林委員 接下來 蔡委員 亦宇 中委員 嘉賓 諮詢 記錄 評論 規定 繼續請張委員齊錄諮詢 謝謝院長,那我們有請沈記長 沈記長,請 張委員好 沈記長好,我想是這樣 好,就是說今天,其實我要討論的這問題,跟剛才林委員還蠻接近的 先談一下就是說 目前,因為現在國人大概關注的還是現在,尤其現在正在發這些五倍券 這些等等 其實我們也知道,這已經是第二次了 前面是三倍券,後來五倍券 那這些通通花了一千七百一十七億元 那當然我們也知道,我們沈記部這邊非常負責認真的 就做了這個 所謂的這個 這個 審計的這個報告 那尤其在三倍券這個部分 其實我們也都知道 其實上次 其實在審計部的報告裡面就已經點出這個問題 就是因為當時就是在三倍券的時候就希望說要數位化 當時三倍券的這個 使用比例是 當時他們預估希望能綁定的 是三十六點九五 但是後來實際只出來七趴多 那這一次五倍券呢 其實是目標就低了一點 他已經把他降到二十 當然這一次是進步了 我們承認是進步了 可是現在就是這樣講 這個到底 是 只是用這個加碼券 降低目標 這樣子 對不對 因為上次其實審計部就已經點出這個問題 就是數位的這個部分 好像 那現在 他又來一次五倍券 那五倍券只是直接把目標降低 直接降低目標 那坦白說 其實我先跳到下一頁 其實這一次的五倍券 民眾的這個抱怨 還是蠻多的 其實 不管從登錄的時候 到底是非常的 複雜 甚至官網還出現簡體字喔 這搞不好審計報告下次就要來 又說這個 這個 綁定的方式又很複雜 那民眾又不能後悔 這個又不能後悔 其實 對我們執政黨 自己的委員都在 這個 委員會裡面問說 為什麼可以不可以後悔呢 對不對 連 大家也抱怨說 又是這種 數位化的這個狀況 尤其在弱勢在小商家 也不足 所以 從審計上 您自己看 就是說 這個你們上次是因為已經點出過問題 他這是第二次在執行 您覺得怎麼會又重蹈負責 或者是說這個到底這個問題 有沒有 他到底有沒有看我們審計部的報告 好這是不是審計長您先想一下 謝謝剛剛看到委員那個 他的目標這樣 但是他的實際 跑到了17多 本來是7點多 所以也增加了兩倍多 那因為 我們政府做一件事情 數位環境 我們慢慢能夠 紓困 能夠盡興 完了以後 順便 能夠把數位環境站起來 這是一個政策目標 但是有時候要達到一件事情 不是一觸口機 有時候都要經過好長的努力 但是他好像把這個目標也偷偷降低 你覺得這樣子是對的嗎 當然 這一次 其實他當然也很聰明 就先寄一個那個 四百萬份的那個 先綁定 不過但是真的民間 其實後來的抱怨有很多 後來發現 原來領值本的還是比較划算 各種不管什麼優惠 所以我會覺得說 就是說 其實已經 你知道這件事就是你們審計部 已經曾經點出來過 這並不是說你們不敬職責 你們已經非常敬職責的講了這些問題 但是現在反而他只是說 繞過來 就是只是好像在應付 你們一樣 確實這樣子不宜 那當然我們就直接再往下看一個事情 就是說 另外的話 當然 剛才林委員也在垂詢這個問題 就是說 三倍券的到底這個經濟效益多少 其實這件事 不只是這個 坊間的這個 民間智庫早就打臉了 其實連櫃部 你們自己的也說 不是這樣算的 所以現在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就說 你知道 其實我們在前面這個問題 說白話 我一點 就是說 我們知道審計部真的很重要 其實真的 這個獨立機關真的是非常重要 而且我覺得也非常善盡職責 這個必須 這個審計部高度肯定 可是 行政院好像都不太參考我們的東西 這怎麼辦 因為我們那時候點出來 可能是說你這個效益要去評估 那 大院也看到這個事情 因為推出五倍見 可能 有一點急 但是 他 大院 很多委員 要求 經濟部 要做好 評估效益的工作 所以這可能對 經濟部 以後 執行的結果 或者現在 就可以 因為他到明年的4月 才會 做一個宗族 所以現在就可以 可以規劃設計或者是 來量表情 其實 我們真的 也是為您這邊報區 其實講白一點 就是說 如果行政院未來再真的不去認真的 去看你們的這個報告 再不按照你們這個報告 我們真的未來都必須要 徹底 去檢討這些 行政院相關部會的 這些預算 因為 他們真的 一直不斷重蹈負責 而且 沒有在 跟你們有 任何完善 現在講白一點就把審計部的這個建議 幾乎都當馬爾東風 我們真的是覺得很糟糕 當然我們另外一方面也先 當然上次這個審計場這邊 推動這個數位審計 我們也非常高度的這個肯定 因為這個地方 確實是會讓我們整個審計的功能加強 我們真的需要這樣子 因為我們坦白說 現在目前 這個行政權獨大 如果我們立法單位 又沒有辦法好好的 這個 監督制衡 我們獨立的這個審計 又不能夠把這些這個資訊上達 那我真的是覺得說這樣子 真的是變成這個 一黨獨大的 這個行政威權 是很有問題的 那當然 我還是因為我們時間有限 我就要再來談到一個問題 就我也不知道審計場怎麼看 因為我們最近真的 非常多的這些特別預算 我們現在在用一個 就是光這一次的這個海空戰力提升的 這兩千四百億 其實 審計場應該很清楚 為什麼這次要編兩千四百億 這個目的是什麼 他國防自主 國防自主 但是這一次他還是有蹊蹺的 就是我這下一頁 這一次最大的蹊蹺就是 過去這些項目都是編在一般公務預算 那但是這一次反而跳到特別預算 然後呢 過去的這個國防自主本來都在一般的年度預算 現在反而跳到特別預算 我相信您也清楚了 但我承認國家有它的困難 這國家的困難在哪裡 就是說反正美方現在這個 一定要我們買單 我們就只好買了 這個暗制魚叉飛彈一次本來是三十二套 現在一百套一定要下來 你飛得邊不可 可是現在必須這樣講 就是我們回到從我們審計的這些觀點 或者是財政監督 就是說過去我們 很多這些國防自主的項目都編在這個就是一般預算裡面 這是正確 但是 現在我們又到 跳過來 把這個均 均購的 編到這個一般去 但是這有什麼問題 我這邊先點出來給審計長看一下 因為我們以前對美的軍事採購 都是按照這個幻冬片上這樣子一個流程下來 就是說實話 這個流程中 變數是什麼 就是到最終 美國人不一定會真的把這個武器賣給 因為他有時候看情勢 因為為什麼這件事不是我說的 這就是貴步 自己在審計報告裡面 其實當時就已經點出來過 就是當時候 就當時比如說我們 在買F16CD的時候 還有潛艦的時候 當時就碰到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在審計部的這個 100年的決算報告裡就講過這件事 就是說什麼 因為當時他用年度預算編 這些採購 編這些 軍事採購 結果根本沒買到 所以你只好把前面年度的這個專款再轉用 然後實斷不斷的延後延當 甚至呢 就是根本沒有 等於說不斷的 因為他沒有 沒有做 就根本沒有實踐這件事 所以這個東西的問題 就是說 美方 自己非常有可能 這種軍售的延當 或者造成我們預算編列的 無效的編列 甚至排擠到我們 下一個年度的新的預算編度 這個審計部早就指出過問題 那我們現在 坦白說雖然說 台美關係好像現在有史以來最好 是沒有錯 可是 我想審計上如果有看國際新聞知道 接著 拜登跟習近平也要見面 會不會他們見完面後又出現什麼狀況 所以我現在就是只問這問題說 如果我們現在的這種向美軍購的這些預算 都編在這個 一般預算會不會又再碰到這個問題 這個就是審計部上次抓出來的問題 國防部在 這個經過預算有一套程序 剛剛委員弄出來的 一般和我們所了解的 相一致 那現在 如果這樣的話 他把這些預算 如果 編了 我買不到 這個 在我們以前 得一個例子 像這個買不到 我們就會 把它繳付 所以 這 但是這就是個真的是實際的問題 而且 這個審計部早就指出過這問題 之前常常發生 所以現在其實就是說我們這一次這個變政魔術 真的不見的是一件好事 坦白講當時的貶政府時代 他們就也還算老老實實的 就是說這種特別採購就擺在特別預算 那現在我再倒回來一個問題 你看我們現在把一般的預算 本來的那些原來的國防自主項目 編成 一般 編成特別預算 這是我們的海空戰力 就是這樣子來的 但是我們也知道 按照我們這個 決算法 我們也很清楚 如果他是特別預算 最後 什麼時候在做這個 這個整個審計呢 做這些事呢 是期滿 期滿 好 那現在這個問題就來了 這幾個項目 先前都是在一般預算裡面 他們都是按照我們一般公務預算的規定 每一期完了 就 就是每一年度完了他就會做一個這個審計 可是現在這些案子 編成特別預算之後 我想審計長應該很清楚 這本來是持續性的一些計劃 他轉為 這個特別預算之後 那這個問題就來了 他未來什麼時候做審計 一定要他執行完畢 這個東西是不是就會出現一些斷層 審核上的斷層 不利監督 我們到底怎麼做這些事 因為這原來他本來是一般的 他只是 上一次是在一般公務預算 現在變成特別預算 這審計長怎麼看 他在一般預算的時候 他結算 他年度要辦結算 這個我們會審計他 會了解他整個做的情形 他如果頒到了特別預算 現在就看這個特別預算 是 五年一起 或者是 一年一起 我們會再來 也會 就整個在看 如果五年一起 那就是起碼才能夠 所以這就是我的問題的核心 到時候他們都已經弄到最後了 而且也都不知道狀況是什麼 所以這一次其實把這些國防自主項目搬過來 說實話到時候我們監督上是更多的疏漏了 我必須指出來 甚至往下 其實我們審計部自己在109的時候也談過這個問題 就是說我們很多國防自主所編列的項目 過去就已經被審計部點名 執行率欠妥了 現在他變成特別預算之後 你們要等他做完你才能去審計集合了 所以就會更完蛋 就是說當時編載 一般預算 你們都已經指出 這是貴部自己的報告 說 會出現這個問題 那現在到時候他們都要照做完 所以我說這個問題才會更大 所以這地方真的 我也必須這樣講 我們直接下來 時間很有限 就是這些特別預算 最近是超級多的 特別預算的這個常態化 我們剛才 不斷的提出 我們不只是 這個海空戰力 還有戰機 紓困防疫 前瞻 那這些這麼多零零種種的 其實也就是我最後的 要談的這些問題了 就是 審議長這邊就說 這些特別預算 我們怎麼樣更有效的去監督它 其實也不滿說 今天中午 我們還有海空戰力的協商 其實就在卡在哪裡呢 就卡在就是說 到底 現在就是授權給政府了 特別條例 特別預算 講白了就是特別 空白支票給你了 結果這個東西都等於說你只有做完了我們才知道 所以這東西真的 我覺得從審計部的觀點應該覺得說這也真的是政府欠缺監督 那這個地方到底怎麼樣能夠有效的及時的 去審核 去監督 我不知道審議長有沒有什麼新的想法 委員擔心的如果大家都擔心的話 因為這個雖然五年 他有一個分年的一個分配預算 我們會就 分年的分配預算就 就開始 每一年 就加以注意 加以審核 這個就來欺負 大家的一個心 其實也不滿說 我們在這個特別條例裡面當時我們就已經追加出一個這個新的條文 就是希望他在每一個年度都真的要做這個事 他不能整個都弄完了 弄完了 這已經不知道民國幾年了 甚至都跨界政府了 所以這是真的問題 最後 那也是請審議長就是說 其實我們這次審計部 在這些特別預算裡面 尤其還是在回到五倍券這邊 其實我們前幾天在財委會花了很長的時間在審這些 我們也都知道 這些事情的原因都在於什麼 反正他都是鮮花了 我們再來做 再來 甚至預算還變得 都已經先支付了兩三百億了 我們現在才在省著一千六百億的這個 4.0的這個追加 那其實這裡面也看出問題 就是像在這個 特別條例裡面的這個 就是 這個防疫書分振興特別條例的第十一條的第四 第四 第四款的這邊 第一項第四款的這邊 基爺講 你可以先 去按法定程序你可以先支付一部分 但這一部分就是蹊跷 因為你支付了百分之九十也叫一部分 最後這個問題 審議長怎麼看 他是不是有瑕疵 當時 預算還在訂的時候 也有這樣的 他全部 那就 立法院就影響他的預算審查錢 把全部拿到 拿掉 但是那一部 到底是多少 就沒有 訂出來 我們家有一個 立法的瑕疵把它製成 謝謝 謝謝 張委員 接下來 專委員瑞雄 王委員定於 知詢君理書面提出 請審計部書面答護並列入記錄 刊登公報 報告因為 中華民國109年度 中央政府總結算審核報告 等案知詢君已經尋找完畢 謝謝 陳審記長列席報告答詢 座以下出決定 一 中華民國109年度 中央政府總結算審核報告 即 中央政府前瞻基礎建設計畫 第二期特別結算審核報告 中華民國108年度至109年度 按 交財政委員會會同有關委員會審查 將各委員發言紀錄及書面諮詢 韓宋審計部 請就為答護部分 予以書面答護 三 已提出之書面諮詢 善未登在公報所 一例 補刊 報告委員會 10月26日 星期後上午9點繼續開會 進行同疫情之行使事項 現在休息 主席 5cm 反正 今 降臨 分uis 問 感谢观看